關智通消炎排毒修復一剔禍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天晴 8月21日 中共商務部宣布 將對歐盟和歐盟成員國 對餘製品的補貼展開調查 或者對這些對華出口的餘製品徵稅 中共商務部通知說 餘製品調查將涵蓋一系列的產品 包括新鮮和加工奶落 藍民奶落以及脂肪含量超過10%的牛奶和奶油 調查將審查歐盟共同農業政策下的補貼 以及意大利、芬蘭和克羅地亞等8個歐盟國家提供的補貼 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數據 歐洲是中國第二大餘製品出口區 中國是歐盟脫脂牛奶和全脂奶粉的第二大目的地 英國和美國是歐盟黃油和奶落出口的前兩大接收國 中國分別位居第三和第八位 去年歐洲對中國餘製品出口額大概為18億歐元 對於前一年的20億歐元 大概是佔歐盟餘製品出口總額的9.5%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對歐洲的反制措施 對於中國國內老百姓生活的影響 其實是非常負面的 因為中國國產預製品歷來都是飽受救病 從三醉千安問題到蛋白質的含量、重金屬含量等各種問題 一直都困擾整個中國漁業 歐洲相對廉價的預製品能夠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中國對於製品進行反補貼 是以犧牲一般老百姓的健康作為代價的 8月20日 歐盟委員會披露針對中國電動車反補貼調查案 最終決定了草稿 建議歐盟27國同意加徵17-36%不等的反補貼稅至少5年 並對Tesla和中國出口至歐盟的電動車加徵9%的關稅 如果加上歐盟之前已經對所有進口電動汽車徵收的10%的關稅 中國向歐盟出口的電動車面臨的實際關稅將在19-46.3%之間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副教授孫國祥 對大紀元表示 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確實是對中方造成較大的影響 不止電動車 連帶對中共的市場戰略亦產生影響 第一,因為歐盟是中國電動車最重要的出口市場 歐盟加徵反補貼稅 將直接影響到中國企業在歐洲市場的價格競爭力 特別是對還想要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的中國電動車龍頭品牌影響很大 第二,是對生產鏈和供應鏈的影響 部分的歐洲廠商會重新考慮供應鏈的配置 減少對中國的零部件或技術的依賴 此外,孫國昌認為如果歐盟反補貼稅生效 將會削弱中共在全球電動汽車市場的話語權 中共政府在國內外會增加額外的政治和經濟壓力 電動汽車業目前是中國最重要的戰略產業 政府的補貼和支持政策會面臨重新審視的壓力 中國也可能被迫調整對外的經濟政策 尋求其他市場來彌補 黃大衛對大紀元表示 本來中國出口傳統的三大優勢產業是電器、家具和服裝 但在過去五年左右 北京就想通過新產業來加大在出口市場的佔備 在電動車、電池、太陽能板三大產業上大量增加補貼 而且讓老百姓用高價買電動車進行市場的培育 目前歐盟要對中國電動車進行反補貼 會讓中共想擴張世界出口產能佔備的計劃落空 黃大衛表示 現在歐盟將中國價格優勢消磨掉 對中共是一個非常有針對性的打擊 因為中國的出口產業過去五、六年的時間的培育 將很可能會付諸東流 中共商務部8月20日當晚以不具名發言人的名義 對歐盟新動作表示不滿 說堅決反對、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堅決捍衛中國企業的權益等等 對於中共當局的強烈反應 黃大衛指出 其實中國電動車靠著國家大量的補貼發展 背後還有一個原因 是政府要安裝實驗監控功能的監視器 中共整個計劃精密部署了很多年 這次歐盟反制對它的計劃影響巨大 所以中共的反應是非常強烈 中國免費醫療、免費教育都是難以實施 中共為什麼突然大手不敢去補助? 其實就是為了社會控制 所以發展電動車 不僅是為了打破出口的瓶頸 重新佔領全球出口商品的市場 更多的是通過電動車裡面的各種各樣的監控設備 來對中國老百姓和全球的用戶進行監控 包括從路面到個人的數據、地理方面得到的各種信息 包括在車裡面使用手機、電腦、通訊都會進行監控 更多是在這方面的著力點 歐盟今次對中國電動車加徵最終反補貼稅的中裁披露之後 將於11月4日前做出最終裁定 孫國昌表示 目前歐盟成員國在對中國的貿易政策上 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是越來越趨同 所以對中國電動車反補貼調查案通過的可能性較高 孫國昌還表示 目前一些開發中國家也考慮到中國製造的商品 在本國市場造成惡性競爭 導致本國的產業出現問題 比如在東南亞國家問題已經慢慢地浮現 所以如果歐盟對中國進行的反補貼措施落實的話 可能會有示範的效應 讓國際貿易回到一個公平的路線 黃大衛也認為 歐盟的新政策通過的可能性很大 部分原因是中共一邊在歐洲賺取商業利益 同時卻有幫助俄羅斯威脅歐洲安全 更加不願放棄這種立場 所以歐盟這次對中國電動車加稅是基於戰爭方面的立場 而且立場是非常堅定 黃大衛還提到 歐洲業界也慢慢地清楚中國電動車有大量的監控設備 在資訊安全方面造成非常大的隱患 歐盟加稅方案通過之後 對北京過去五到十年 耗費巨大的電動車發展雲圖 是對沖和抵銷的作用 對於北京想通過電動車來佔領世界巨大市場 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 對中共想通過電動車來監控這方面來說 也是挫敗的 黃大衛說 中國浪費了太多本來用於補助加電 家具和服裝的補貼來補貼電動車 總括來說 對處於低迷和萎縮的中國經濟的復甦相當不利 而負面影響也會逐漸浮現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寧海忠、諾瓦的報導 今次《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